在云山的带领下 云兰宗终于露出嗜血的獠牙 毫不掩饰其吞并迦马帝国的欲望 为彰显云兰宗无人能及的地位 云山派出弟子 将代表皇室驻扎云兰山脚的军队 残忍屠杀 随后云山更是以米特尔家族收留萧家为由 大举进攻米特尔家族的拍卖场 而这仅仅是云山吞并整个迦马帝国的第一步 他们进展如何了 魂殿秘术让这两个窦皇的实力得以再次提升 云山 这次你绝不能再放过萧家任何人 云都 多谢宗主栽培 你们二人马上出发 家警将米特尔家族清除了吧 切记 要把萧家残党搜寻出来 若有势力部长眼敢插手 那就一并除了 是 宗主 宗主 希望这一次 你不要再让人失望了 你们魂殿 到底要从萧家找寻何物 不该你问的事情 还是不要问的好 知道了对你没什么好处 搞个萧家 自己来自此 我 也要 是 跟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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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现在 修行走 放箭 干掉他们 救命啊 如果是为了帮小甲 云兰宗又怎会对我们米特儿家族下手 看 得罪了云兰宗就是这般下场 杨伟长老 都什么时候了 说这些有用吗 不罪 听着冲锋 还冷 米特儿家族的祸事 因我萧家而起 你们将我和萧家一半族人交出去 云兰宗想必会就此罢休 只要能给我们萧家留一些血脉 就够了 年纪不大 却又绝对理智 萧家有此人才 不仇不兴旺 只是 可惜了 云兰宗对我们出手 难道只是为了萧家吗 之前我就联系过皇室 纳兰家族和牧家 可他们 放心 拼了这条老命 老夫也会保你们无恙 海老 您还在等我三弟回来 我对那小子 有信心 嗯 什么事啊 让米特儿家族交出萧家御念 否则 灭族之时 就在监制两个洞皇 腾山 雅飞 你们带人拦住其他人 他们 就交给我 雅飞 你带着萧鼎去守住内院 这里若是被攻陷了 你们便是萧家人最后的防线 是 云兰宗 和你们拼了 海波东 不要再富于顽抗了 凭你一己之力 还想力挽狂澜不成 十项点 交出萧家残党 云都云叉竟然也进入窦皇界别 不过 他们的气息并不稳 难道云山用了什么秘法 海波东 今日你究竟交不交人 云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丢尽了历代云兰宗宗主的脸 想让米特尔家族屈服 云山他不配 云兰宗众弟子听令 血洗米特尔家族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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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对手可是我们 云父云血 没想到连你们也来了 宗主对你们米特尔家族的忍耐 已经到了极限 抱歉 我们只能奉命先事 好 今日就算我米特尔家族南逃大难 也要让你云兰宗伤金动骨 海波东 云山宗主对我们有再造之恩 他要铲除米特尔家族 那你们就必须死 何必与将死之人废话 走 呃 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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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计 与上 万花兵京 太爷爷 我们真的不出手吗 幼夜 你也知道 云兰宗如今的实力 若是惹怒了云山那家伙 可太爷爷 云兰宗的野心 绝不会止步于米特尔家族 我们现在不出手 坐视米特尔家族被清除 日后 恐怕皇室也会 云山你是斗宗 再看看吧 父亲 再不出声 必须等 希望日后云兰宗 能看在燕燃的份上 放过我那兰家 族长 破旗剑已经不足百值 这里快要守不住了 全部都给我用上 全部都给我用上 没想到云兰宗的人来得那么快 肖家 还来不及转移 我就是肖家最后的防线 想伤害我的族人 除非 他过我的事 拳兵龙响 拳兵龙响 没想到云长和云渡 清儿已经强到能和海老丈而不败 童山投降吧 念在相识多年 我们会去宗主捎你一命 异特尔家族虽然爱钱 却从没有贪生怕死之辈 就算要死 也要拉上你们两个电背的 明顽不灵 那就别怪我们不讲情面了 大长老 我们要输了 云刹长老 云渡长老 我们来助你们一臂之力 快波动 你死定了 什么 海波动要输了 嗯 蛤 啊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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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云蓝宗之事 你也敢管 找死 快躲开 阁下究竟是何人 爱情报上名案 三年不及 没想到云蓝宗最擅长的事 仍是以不欺手 这位朋友 不要以为我们四人奈何不了你 你便可肆意妄为 在这加玛帝国 还无人敢挑衅我云蓝宗 藏头鹿尾鬼鬼祟祟的 可不是高人所为 三年了 云蓝宗 萧家萧炎回来讨债了 萧炎 你还真是伤赶着来送死 未首刃云山 我怎么会轻易死去 汪汪的小子 要对付你何需宗子动手 我们早就防着 被破开眼的家伙暗事 萧炎 小心点 小心点儿 是 你还真是伤赌 你还真是伤赌 有点朋友